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会怎样颠覆原著的峰回路转呢 这一切就在近期的一场春天撒野计划里得到了展现 借助一个故事 一场游戏和一群孩子 书中故事变成了一个剧场 让孩子们走进了更为真实而生动的世界 周末的上午虽然屋外间断着下着小雨 但在厦门儿童戏剧教育基地的小空间内 孩子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竹泽老师 讲述一个犹太民间传说 宝藏 只不过今天孩子们来到这里 不仅仅是听老师讲故事 他们还肩负着外出寻宝的游戏任务 而这次寻宝的线索就隐藏在了宝藏这个故事当中 我们选择这个文学作为我们这个活动的开端 是有深意的 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活动 它如果离开了这个文本的支持的话 它可能只是为了活动而活动 为了游戏而游戏 所以我们为了能够让这个活动更有内涵 因此我们一般是选用了很优秀的一些文学绘本 来作为我们的这个活动的底本 这场寻宝游戏的参与者除了现场的孩子以外 还有陪同孩子一起来到现场的家长 家长蔡先生和高女士对于这种特殊的教学模式很感兴趣 他们说在这里孩子不但感受到了快乐 同时也得到了成长 经常来因为孩子很愿意过来 他觉得在这个地方他很快乐 他很开心 每次一到了星期六 他就会想着我们什么时候去巴搭玩呀 他会主动地给我提问 所以我就觉得特别喜欢带他过来 我觉得这边的老师对于孩子的整体的素质的培养 专业性特别的强 他不仅仅是照顾孩子的衣食住行 和一些简单的生活习惯的培养 他更注重了孩子的品德品格 还有各方面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然后能让孩子在一个轻松愉快 又很开心感兴趣的环境里面 培养了各方面的素质 以前讲故事 还有在幼儿园讲故事的话呢 孩子只是认识了这个故事 然后可能就觉得 我听过这么一个故事 但是呢通过这样子一个戏剧化的表演的话呢 我觉得孩子能够通过自己的眼 能够体会到故事里面的一些深刻的含义 然后能够把这些东西融入到自身去 上午十点多 孩子们的寻宝任务 在厦门万石植物园正式展开 根据游戏规则 参与寻宝任务的孩子 必须通过与凉亭下的山顶高人进行对话和互动 索取寻宝地图 才能寻找到藏在植物园角落里的锦囊和宝藏 在凉亭 树荫和山间小道上 孩子们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下 兴致勃勃地开始他们的寻宝之旅 孩子们通过相互协作 突破一个个关卡 他们终于分别找到了 隐藏在草丛石头缝里的宝藏 其实这场寻宝任务是 厦门儿童戏剧教育基地 春天撒野计划的内容之一 活动戏剧性地将绘图本故事 宝藏与寻宝活动串联起来 让阅读本身变成了一场奇妙的寻宝游戏 与实践体验训练 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游戏的成就感 而是调动感官体验 引导孩子注意观察周边微小事物的能力 我们想传递的是 你远在天边近在咫尺的宝藏 这个概念 可是当我们用文字告诉孩子 他们不多 因为我们这群孩子 四岁到十四岁的一个 十岁之间的一个跨度的孩子 你怎么样把一个绘本里面 传递的这个信息和理念 甚至就是他的精髓传递给孩子 我们想我们就去出游吧 用体验式的阅读来告诉孩子 你想要的宝藏 其实就在你心中 就在你的身边 我们这期活动其实 到最后我们的老师们发现了 我们想要给孩子的是一种什么 就是唤醒 唤醒他们的游戏精神 也就是自我娱乐的精神 为什么孩子现在喜欢沉迷于 就是iPad动画片 或者是游戏 是因为他们没有发现有更好玩的 可以释放自己能力的东西 也是因为现在孩子被局限的实在是太多了 是被局限太多了 我们家长们希望给到孩子自由快乐 可是你知道快乐来源于哪里吗 来源于学习能力 那这个学习能力来源于哪里 来源于他们自发的去探究 参与互动游戏的家长蔡先生说 对于将阅读戏剧化和游戏化的教育方式 让他感到很新鲜 通过参与这次的春天撒野计划 让他看到了孩子一点一滴的成长 就是说他说把戏剧啊 或者一些表演的事情 融入到一些这个生活上面 那对小孩子很多能力方面的扩展 多来参加一些这样子的活动 融入一些自然 然后对小孩子以后的成长来会更有帮助 其实以后长得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起码他现在很开心 这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陪伴的一个效果 人有时候需要远行 才会发现近在咫尺的东西 这是绘本故事宝藏所传递的思想意涵 一本书可以成为一整天活动的预言 而戏剧情景的设定和闯关任务 并不仅仅是为了调动孩子的参与性 通过领队老师无微不至的观察 任由孩子沿着自己的剧本走向 推动活动的走向 游戏本身就不再是一次单纯的春游活动 通过集体的撒野 孩子们在竞争与团队合作当中 也给家长们意想不到的收获 去年的东丽营这个西游记 四大文学著作之一西游记里面的一个片段 叫真假美猴王 我们作为孩子来讲 怎么去辨别真伪 他们在设计这个真假美猴王 这个如何去辨别的时候 完全颠覆了我们文学著作的这个原版 他们运用了现代科技的东西 最后发现DMA这个血型等等之类的 用科技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没有办法 因为这都可以造假 最后他们选择了用人性 有一个孩子提出 猴子的孙悟空的本性是什么 是善良的 那么他虽然顽略调皮 可是他善良 可是假的孙悟空 他一定是什么 代表着恶 那么就把这两个美猴王送到了老人院去 让他们劳作一天 通过视频去发现 谁对待老人是真心实意的 哪怕是笨手笨脚的端一杯水倒了 但是他是很怕看到了老人 最后还是判定 这个一定是真的美猴王 从故事上他们端了一个变数 是 那这整个过程都是原资原味 孩子自编自导的 没有你们介入到这个 不需要我们介入的 他们以小组为单位 然后有自己的导演 自己的编剧 所有的演员既当导演 又当编剧 又当场剧 这些孩子大概年龄 多大了 四到十四岁 赖敏利认为 在创造性戏剧里 是没有对与错 在这里 孩子们的任何想法 都会得到包容 每个孩子都最终 会在这个小团体里 找到自己的位置 发现自己的优势 这就是创造性戏剧的优势所在 那就是给孩子想象力 观察力 以及创造力 等各方面能力上的培养 通过戏剧套路 孩子们完全有对经典阅读 不一样的认知与洞见 不仅单纯的读书 技能与生活娱乐之间的 鸿沟就此消失 而且孩子通过游戏式的 阅读体验 自我产生了养料 摆脱了应试环境下 刻板的啃书本的束缚 通过游戏找回本真与自信 我们现在大阅读官 小阅读官都在提倡多看书 多读书 可是你把一堆书放在孩子面前 他会选择吗 他会阅读吗 他喜欢阅读吗 他阅读完以后 他会吐纳吗 这个过程是需要桥梁的 就是说从阅读到写作 它是需要一个桥梁 那么我们做的 就是这个桥梁的过程 不是简单的 就是词汇量的堆砌 就是读书其实是为了 让你有更多的世界观 人生观 这个世界观就需要从阅读来 从读书来 那么大人 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了世界观 那么孩子呢 孩子通过什么 就是通过他自己 在生活当中慢慢地积累 生活经验 常识 然后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去发现 原来世界可以有这么多个窗口 其实儿童戏剧教育 也是一种从零开始的探索 是教育模式雏形 不过在他的探索过程当中 孩子们当下面临的孤僻 自私 自卑 以及换位思考等 诸多方面问题 依然成为专家和学者们 关注的焦点 通过每个不同孩子的 案例与表现 老师们发现 其实无论孩子出生 在怎样的家庭背景下 无论在戏剧与游戏之间 他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如何打开孩子的心扉 让他们能够真正有勇气 面对现实 面对自我 才是戏剧教学的关键所在 而他们更为乐见其成的 是借由一个个戏剧剧本的打造 来改善孩子对于周围 家人以及自己认识与改变 其中有一个孩子 他每次来的时候 他总是抱着平板 然后去看 就是得内缩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但是他后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以后发现 特别是最近几次 我发现他已经不带平板来了 还有 有一个孩子 他每次来参加我们活动刚开始的时候 他总是把手放进口袋里 那后来我在观察说 那这个孩子为什么老是把手放在口袋呢 因为他觉得不安全 他对周围的世界 他有一种警惕的心理 所以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内心敞给别人 但是因为我们的戏剧 就是要让你在最放松的状态下 打开自己的心门 去交流 乐于交流自己的思想 所以后来我就发现 这个孩子他能够把手从口袋里解放出来了 他开始用手去探索周围的世界 比如说做手工 比如说在我们的戏剧环节里 他能够用自己的手 我们的肢体去感知周围的世界了 对于孩子的学习 家长总是在应试教育 与素质教育之间摇摆纠结 不管怎样 体验式阅读给我们的启示是 不妨给孩子们开一个窗口 让孩子在游戏中 在体验中学习 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和主动性 让孩子张开想象力的翅膀 将来才有创造力 我们要培养的不仅仅是一个 将来能够适应社会的孩子 更应该让他们有蓬勃的生命力 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好 感谢收看本期十分关注 下期再会